各位同学,经过前面单元的一个学习,我想大家对于抛物线的标准式还有如何使用,应该都很有概念。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过去的学测跟指考当中,抛物线的考题会如何来呈现呢? 来,首先第一个,坐标平面上如果有一条直线L叫Y等于S加2,抛物线叫做S平方等于4Y,那直线跟抛物线交于PQ两点。 此时F如果是抛物线的交点,那PF加QF会是多少?这是一个93年学测的考题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。有一个抛物线S平方等于4Y,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抛物线,它的顶点在00。 那绿色的这条线呢,就是直线L,Y等于S加2,那它跟抛物线会交于PQ两点。那此时呢,它的交点在什么地方?在这个地方。首先你看一下哦,这条线其实它并没有通过交点。 所以,PF跟QF这两段相加会是多少?是这个问题想要问你的。那首先,我从抛物线的标准式来看。 因为顶点是00,而且从S平方等于4Y可以知道C是1,那就可以知道交点的坐标是01。同时,准线就会是Y等于-1。 那么,如果交点在01,准线在0-1,那PQ都是抛物线上的点。那PQ就要符合抛物线的定义啊。所以,我就从P跟Q两个点对准线做垂直的线。 所以,交点叫做P'跟Q'。那根据抛物线定义,我可以确定PF其实就是PP'。 QF其实就是QQ'。那,所以我想算的PF加QF就可以换成PP'加QQ'。 此时,我如果假设P点的坐标X1Y1,Q点坐标X2Y2,那注意一下PQ两点的Y坐标。Y坐标是指这个点跟S走的距离嘛。 可是我要看的PP'除了P点到S走的距离外,还要再加上准线到S走的那个一单位的距离。 所以,PP'其实应该是Y1加1,QQ'应该是Y2加1,也就是说PF可以换成Y1加1,QF可以换成Y2加1。 好,那我要如何来求得Y1跟Y2呢?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,PQ是直线跟抛物线的焦点。 所以,要找焦点,我们就进行方程式连力求解。 将抛物线跟直线拿来解连力。 那,这里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,一般我们解方程式的习惯,就是把Y换成S带进去。 那,这个地方老师会建议你,把第二个算式当中的X用Y-2带入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要算的PF加QF,其实需要用到的是Y坐标。 所以,我把Y值解出来,才是解决这个题目比较重要的部分。 因此我选择将X用Y-2带入。 那,这时候呢,可以整理得到Y平方减8Y加4等于0,这个方程式。 那,这时候你会发现,哇,这个方程式你没有办法用十字交乘来求解。 不过,没有关系,我们可以利用根与系数的关系。 知道,这个Y的一元二次方程,Y1,Y2如果是两根,两根之合呢,会等于8。 那么,PF加QF,其实啊,就是Y1加1加上Y2加1嘛。 也就是Y1加Y2之后再加2,会得到答案是10。 那,这样子,我们虽然没有解出PQ的确切的坐标,但是我们可以得到题目想要的答案。 这是一个利用抛物线定义来求解的一个方法。 接着,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考题。 坐标平面上给定A点跟直线L,还有一个抛物线S平方等于8Y。 我们现在用DPL表示点到直线的距离。 那,如果P点在抛物线上变动,他想问的是DPL-AP的绝对值最大会是多少? 这是一个99年学测的考题。 同样的,我们先来看它的图形。 这一个抛物线,S平方等于8Y,开口是向上的。 那,他所给的L是Y等于-5。 那A点会出现在抛物线的内部。 好,所以P点如果是抛物线上的一点, 他想问的是P到Y等于-5这条线的距离, 也就是图形当中的PP'跟P到A的距离, 这两段相减的绝对值最大会是多少? 好,那这个图形呢,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抛物线S平方等于8Y。 可以从这个写法知道,其实C值应该是2,所以交点是20。 那它的准线就是Y等于-2。 那么P点如果在抛物线上,它应该要满足到交点距离等于到准线距离。 所以PF的距离应该要等于PQ的距离。 那PP'呢,其实就是PQ再加Q'。 而Q'呢,就是Y等于-2到Y等于-5中间的距离嘛。 也就是三单位。 所以PP'就可以写成PF加3。 那这时候我把它放进去题目要算的DPL-AP。 那DPL其实就是PP'嘛。 所以题目会变成PP'线段-AP线段。 那PP'又可以换成PF加3。 所以呢,我又可以得到PF-AP加3的绝对值。 那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图形当中APF这一个三角形。 我们都知道在三角形当中,两边差一定小于第三边。 所以这个AP跟PF的差距一定会小于或等于AF。 那所以咯,PF-AP加3的绝对值一定会小于等于AF加3。 而A点的坐标是四分之九二。 F点的坐标呢,是02。 因此最大值会发生在AF的长度加3, 也就是四分之二十一的时候。 那这个时候呢,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个问题了。 那这个P点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? 它其实就是你把A跟F这两点连线, 水平线一直划过来跟泡物线相交的位置。 同样的,这个题目在求解的过程中, 我们还是利用到了泡物线的定义。 所以看完前两题,你有没有发现, 重要的大型考试特别喜欢考定义解题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题。 已知坐标平面上有圆O1跟圆O2, 它们是相切的, 而且这两个圆都跟直线L, X等于-5也相切。 那如果某个抛物线是以这一条L为准线, 而且同时会通过O1O2的圆心。 那这个抛物线的焦点坐标会是什么呢? 这是一个97年学测的考题。 首先,我们将这个题目的图形画出来。 有两个圆分别是O1O2, O1是黄色这个圆,O2是橘色这个圆, L是白色这条线。 那这两个圆是外切的, 同时都跟这条线相切。 那有一个抛物线啊, 它是以这条L当准线喔, 而且它要通过这两圆的圆心, 就会像这样。 好,那他就想问啦, 那这一个抛物线它的焦点会在什么地方呢? 好,那首先我们就把这两个圆的圆心连起来。 那连心线一定会通过这两圆相切的那个切点嘛, 所以我现在把那个切点叫做H, 那我把O1O2连接的时候, 它一定会经过它。 那接着呢,我就从这两个圆的圆心, 去对这一条L做垂直线。 那得到的垂直的那个点分别叫O1'跟O2'。 好,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O1H跟O1O'其实都是原O1的半径嘛,都是12。 所以这两段是一样的哦。 另外,对O2来讲O2H跟O2O2'也都是那个小圆的半径哦, 它也是一样。 好,那你有没有发现, 那如果我用H当抛物线的焦点来想这件事, 那个O1它到H的距离, 刚好等于O1到准线S等于-5的距离, 因为都是原半径。 同样的O2这个圆心到H这个长度啊, 就是它的半径也等于O2到这条准线, 也就是O2O2'这一段都是圆的半径, 好像完全符合抛物线的定义。 所以,其实两圆的切点H就刚好会是这个抛物线的焦点, 而这条L就会是准线。 所以,题目想算的抛物线焦点, 其实就是这两个圆的切点。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, 这个题目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咯。 我们现在来看。 我把刚才图形当中的O1O2还有H呢, 换成这样子的方式, O1的原心是7E, O2的原心是-23, 那H呢,就是那个切点。 那么,我知道它们的半径, O1半径是12,O2半径是3, 所以,这两个半径的比例是1比4。 那这时候,我可以利用分点公式的方法, 得到H的坐标是5分之-1, 还有5分之53。 那这个H也就是抛物线的焦点。 因此,我就得到了题目想要我做到的答案。 这个题目,各位同学听完之后有没有发现, 依然需要靠抛物线的定义, 来帮助我们找到焦点的位置。 老师选了这三个在历届曾经考过的抛物线相关问题, 通通会使用到抛物线的定义。 也就是说,其实一个图形的产生, 它的定义是什么, 对于我们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。 那以上题目的讲解, 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去练习与了解。